这我想起来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三十年前从里接到报案 搜到宜荣山的悬崖上面 有两个人和一个女的在撕打 然后呢 然后听说是把这个女的推到悬崖下面 那不就成一桩杀人案了吗 是啊 接到报案 我带着陈姐芳一会儿到了现场 从没办法 老 上 老师 上 上 上 唉 alkal 这是什么血啊 这动物的还是人的呀 看不太出来呀 你看那边 是动物血还是人血 肯定是人血 那人呢 怪就怪在这儿了 我和郑姐爸 只好带着两块石头回到了分居 把它叫到了法医处 那照您这么说 这不又是一桩无头的血案了吗 是啊 爸 那当年那两块带血的石头 现在还能找着吗 作为行案的政务 一般是不会有石头 行 那我去法医科问问 好吧 那你得刷下饭再去啊 不吃了 我先去啊 那好 好球 爸 咱今儿飞这么远 过来就是为了打场球啊 三三西 你看 这儿的天气多好 跟咱那儿一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啊 是 可我觉得您有心事 你记不记得 这儿的 我老跟你提起 我做梦 要害我的那个女人 知道啊 那不就是个梦吗 难道还真有这么一个人 你说错了 在昨天的剪彩仪式上 我看见了这对人 不会吧 你说梦里那年 您说梦里那年 对 虽然说衰老了很多 但是还是被我一眼认出来 这还真有这么一个人啊 我年轻的时候 也做了不少错事 也欠下了不少虐债 这个女人跟过我 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后来又背叛了我 为了保住咱们家 保住我那刚刚有点起色的事业 我必须得除掉她 爸 我能理解 你想到这么多年 她又出现了 我说也是啊 幸亏昨天咱们在那儿 你认出她了 要不然啊 不知道后面要闹出什么事来 你老婆云兰花 至今下落不明 可这个死了多少年的人 却冒了出这件事情 你小心都会受到身上 你一定会终于 你肯定 yo 我便想到个蓝医生医生了 三天两夜是为了思前想后 剩下最后一夜 那就是行动 平安那有消息吗 他在里面待着 没供出咱们什么事 是谁让平安去找安姐 没谁让他去找 不是你让他去的 我没有 平安他就是跟我说 他认识那个刑警赵明德 而且知道赵明德去过秦武林 他就是想利用一下安洁 去吓唬他的想法 为什么要吓唬 赵明德以前不是抓过他 何几次呢 自作自受不去管他了 还对了 那个姓赵的去秦武林干什么 那总归是想调查咱们的事呗 乔柳知道这件事吗 他不知道 一天到晚就在市里 你赌他那几个臭钱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那车子在那儿 我去那儿 你怎么了 我去那儿 你的想法 你受得了吗 我才应该说 我甚至想调查咱们的事员 你干吗 那儿 你 带我去那儿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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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知道他不懂建筑 他怎么敢懒活呢 这你还能够明白 花钱雇工程师啊 汤工 工程 都是他全权负责 行 那你就跟我说说萧老回吧 你有打他的主意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 你动不了他 只要他有问题 我老照耀拿的人 没有拿不下他 没说 你拿我行 你拿他试试吧 他打个电话 就能给你签成回来 你信不信 你把他说得跟神仙似的 不信你就试试呗 他不就是个搞股间的经理 哪儿来那么大神通的 他有钱 这年头 有钱啥关交不下 明白了 就是说他交的官比我大 那当然 那什么官啊 区里的 市里的 那我不能告诉你 也是 你说像你这种人 人交些什么官跟你说干吗 那头也是 是 不过我还是说这句话 你真要跟肖老婆交招 肯定赢不了 这事我还真不行 我想试试 就你这双眼睛 让我们这么多人都在了 我怕不得你也在了 我明白了 就是说别说你不知道 就算是你知道 你也不可能告诉我 我掉到你手里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你还能不知道我 哪回我料过别人的事 行了 你也不用在我这儿充英雄好汉啊 就像你这样三天不进来 五天早早进来的主 谁有事敢告诉你 行了 今天就到这儿 叫管教 报告管教 别再把头手弄坏了啊 赵队 你觉得他谈的有价值吗 我就是有啊 我在想啊 你看这个肖老魁从造反的时候 就开始盗窃文物 后来又走私文物 据切儿里面讲呢 他干得挺大 而且从来没出事 你看那么多人进去了 他还是没事 还有搞了古剑 真是挣了大钱 这小的嘴还是不牢 他就是想吹嘘自己 我了解他 他说得也对 肖老魁这些年不犯事 是得有靠山 还得是应付 要不然挺不住 没错 你觉得他还能说些什么 有用的吗 我觉得具体的事情 他应该不知道 但是应该有一些耳门吧 那我回头再试试 好 我跟你说 他这种人啊 就得贬他 往臭里贬他 说他什么也不是 然后谁有什么事都不告诉他 他说 不 我知道 这就行了 那行 回头我得按照你说的 单独找他再谈谈 好好好 那行 我有事先走 回头咱们打电话 好的 好了 走 走 走 唐公来了 唐公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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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走 走走走 你也到前五零去过了吧 对 你也看到肖老魁父子提前离开了吧 他们走的时候非常匆忙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听见肖老魁啊嘴里嘟嘟当当的 说什么他怎么来了 这个他是指谁啊 你要有这我不知道 唐哥 有一件事情啊我一直在想 你说跟着肖老魁的那么多人 都进去了 而只有这个肖老魁 几十年了平安无事 你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呢 我估计啊 他在你们那部啊 高层上有人呢 我也是这么想 但这个人是谁呢 这就不清楚了 我倒是想起来一件事啊 前年有一个什么风暴 严大风暴 对 严大风暴 在这个行动之前啊 他显然是听到风声了 他那天晚上找过我 给了我一个工程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 对 那次打击挺严厉的 很多人都进去了 可是隔了几个月啊 他爷俩都回来了 啥事都没有 肖老魁肯定是 哗得住你买通的关系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 他在神木啊 有两个中心煤矿 有一次我去找他的时候 在门口我听见他在打电话 把煤矿的股份说是封给谁 他看见我进门的时候 话没说完就把电话搁了 他这个神木煤矿有人参股吗 按理来说有人参股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哥为什么没有透露呢 你是怀疑参股的人 说不上怀疑 就是觉得正当参股的 他也没必要这么神秘啊 参股 能挣到大钱 不显山不漏水 这是个好办法 唐公 您先走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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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老江吗 是我 老赵 老江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方便 就我一个人在屋里头 这样 老江 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我现在就相信你 你好 好 好 谢谢啊 来来来 不客气 来来来 干吗呀 我都没等你 我饿了 我早上没吃饭 怎么详细请客来了 我就是为了呀 想让你陪我吃个饭 你早说我中午我就不吃了 我这刚吃饱 再吃点 我都给你点好了 我喝点东西吧 吃不下了 怎么了 找我什么事 我先吃两口饿了 好 你先吃 这地儿还不错啊 好 我还是头一回来的 我今天找你 真有个事 嗯 说 来吧 一茶带酒不犯纪律 干吗呀 喝酒啊 有机会叫上张艺 咱们一块儿去我们家 我觉得咱仨这种性格 肯定能喝到一块儿去 那事我还没感谢你 千万别再提那事了 都过了多长时间了 怎么了 到底你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 我一直怀疑肖老魁有问题 凭着我当刑警的直觉 肖老魁一定是个大鱼 对 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句老实话 从我侦查肖老魁 到部下耳目 我没有跟任何领导回报过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搞清楚之前 我不相信任何领导 我虽然不是干刑警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种做法 有问题 你要这么干的话 不就等于是光杆司令了吗 我不是个光杆司令 我是单兵作战 不符合工作原则 所以啊 我把你找来了 就我又不是干刑警 你叫我干嘛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怀疑的是分局的领导 我该向上回报 你怎么能怀疑分局领导呢 为什么不可以 我要是有根据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啊 为你是杜查 我找你不对吗 不 你找我是对的 不过 不过我不能跟你似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就跟着你一块儿 去单兵作战去 我想到了你会这么做 但是我提醒你 汇报的时候慎重一点 别撞到牵口上 好 那我帮你出个主意 咱们根据你手头 掌握的情况呢 排一排 筛一筛 你不能怀疑 所有领导都是坏人吧 好 但是 要过几个条件 请进 丑叔 丑叔 林子 我有个事找您 什么事 这事都好久了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着 我这个人记性好着呢 谁要借过的钱我都记得 您刚到里园的时候 我办理您上欠场 据说您还下到了悬崖下边 而且还捡着两块带雪的石头 是 怎么了 我想找那两块石头 走 走 走 这法医科的人 都换了好几茶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呢 那我去问问法医科的人 别着急 坐一会 坐一会 怎么了 领子 我听说 你跟陶宏搬呀 行 好 没什么 咱拿得起 放得下 有机会 咱找一个 不管过几个条件 咱们先从程书记开始 好不好 好 那它是不是跟神木有关 神木 煤炭 这个我可以保证 它跟煤炭没关系 那么第二 是不是跟秦家谱派出所有关 老赵 那你不能这么话呀 程书记在秦家谱派出所待了几十年了 但是我可以保证 他 青似水 名如镜 你那么确定 以我性命担保 他值得信任 好 那我们往下摔 不 既然程书记值得我们信任 那我们就应该把他找过来 一起商量 这样比较符合工作原则 您说呢 好 我给你点电话 你好 好干啊 好 我跟老赵在这个 叫什么 小小木 夏诺 我 我们两个在夏诺咖啡馆呢 我们想请您过来一下 有事跟你说 现在 麻烦您穿便庄来 什么事深深捣捣的 很重要 行 我马上就过去 好刚找您 是 他最近怎么样了 是 法院都盼他们离婚了 房子也盼给他了 可是女房坚决不走 弄得他只能住在办公室了 那您先忙 我去找法医科的人 你再去找他 在那里 咱们这咱们 看着 这咱们会 你帮我们看 一段时间 汇报什么情况 还得让我穿便衣 那么神神秘秘的 老赵啊 说他发现了一个 重点的笨号 问你号 陈叔姐 向老葵背后有个保护伞 这也很正常啊 像他这样的人 总得找个靠山吧 那这个保护伞 要是咱们自己人呢 更得查 但是 要是在我的 在您的上面呢 上头 不可能吧 陈叔姐 我俩可是经过筛选之后 才请进来了 那我得谢谢你们了 把我先筛了过来 过筛子呀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呢 是不能跟神木有关系 神木 没空 对 第二呢 是不能跟这个秦家铺 派出所有关系 那我可就算不过来了 我在秦家铺的年头可长了 但是郝刚给您打了保票 说您清如水 明如镜 真没说的 不 我是觉得有你在的话 我们下一步工作 比较好进行 神木 方言就是神木人哪 他老家在哪儿 还有张旗正伟 他的岳父岳母也在神木啊 这么看来 把神木作为一个焦点之一 有点不灵啊 但是 这个萧平安说 我动不了萧的鬼 说他能决定我的命运 这么大的口气 尚书记 您是纪检书记 您能决定我的命运吗 不能 所以啊 就得往上头想 我是想呢 咱们怀疑上级的领导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咱们必须得按照工作程序来办 好 刚说得对 咱们做事都得有个原则讲纪律 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呢 纪检工作有一项原则 就是我们有月籍报告的权利 因为老赵所提出的问题呢 可能涉及到分局的领导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向市局的纪检领导 汇报这些情况 这是个办法 我有点奇怪了 浩刚 怎么有一些事情弄来弄去 你都能变成主角呢 我来解释这个道理 好钢呢首先是品质好 第二是方法多 我觉得这不愧是大学校 培养出来的好钢 我很信任他 月籍向上级报告 这是个办法 你知道市局的纪检书记是谁吗 不知道 原来咱们审厅政治部的韩副主任 刚刚调到我们市局来 当政委间纪检书记 韩明波 你认识他 不认识 那好 咱们俩一块儿去谈 好 老赵你也得一块儿去吧 第一手资料就是他的 可当然得一块儿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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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开一场空前规模的磨牌和清茶 清茶的重点是那个洗浴 旅店和娱乐场所 大家注意啊 凡是能够藏屋纳垢的地方都要清茶 特别是城郊结合部的出租屋 工棚 更要仔细清茶 这几个罪犯是从东北流程过来的 多次遭受公安机关的打击 报复行李强 气焉也极为嚣张 也极其凶产 我命令特警队 刑警队 紧急待命 各派出所一定要注意啊 在清茶的过程当中 一旦发现了犯罪分子 不要轻举妄动 马上通知我们 我们会立志通知特警和刑警 不枉将犯罪分子一枉打击 这次行动是全市的统一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 不让犯罪分子有流窜的空间 但是 任务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完成 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 直到抓到犯罪分子为止 还有啊 这次行动 分局决定派出督查 检查各地的行动效果 杜磊 到 李源那个地区应该是一个重点 前些日子我去过那 那里的农家乐搞得很热闹 到处是小旅馆小客栈 你们要一个一个地查 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从今天晚上开始 为了搜寻这伙罪犯 全分局要统一行动 各个所的行动力度怎么样 我们要全程进行监督 如果发现 这位 这样啊 我讲一下啊 这几个罪犯呢 穷雄极恶 在西边多次作案 这次流窜到我们这一带 应该说 情报是很准确的 那么今天晚上 行动的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偷懒的 有没有雷声大雨点小的 里面要有监督 另外 等你啊 另外 另外方局指示 今天晚上 所有的领导 必须到第一线 你们要检查 看是不是有的领导 瘸子大灰坐着喊 怎么回事啊这是 张正伟 这个 我跟程书记里边 我们两个任务怎么安排 这样 解放 浩刚 你们俩各带一个人 留一个人 在家里听电话 好了 好 好 政委的指示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 一丝不苟地执行 好 那先这样 是 那大家赶紧回去准备吧 咱们马上就出发 是 是 他刚才为什么 两个电话都不接 是啊 以前不这样 会不会是因为咱们在 他说话不方便 看来电话要得还挺极淡 打了两个电话没接 后来又发了条短信 你不是说老赵那儿有这个吗 你跟他联系一下 看看对方刚才有什么动向 好 老赵 喂 好刚吗 我赵明德 是这样 我在外地执行任务呢 今天局里有什么行动吗 好 全局统一行动 抓几个刘村作案的罪犯 啊 有人害怕了 以为又是什么风暴呢 给我打电话问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我不知道啊 我们局的二号人物 真的 那看来跟我们怀疑的一样 行了 等我回来详细跟你说吧 好吧 好 好 我跟程书记在这儿等着你 好 怎么说 老赵太厉害了 他说是咱们局的二把手 那正是一个见来的消息 这就正是了我们刚才的判断 好 等完成这次抓住任务之后 我马上向韩淑姐汇报 今天晚上咱们俩也分个工 你负责西边的极客所 重点是倾家铺 李延地区啊 现在成了一个旅游店了 这我知道 请进 韩淑姐 我分到你们这里 督查今晚的行动 好 太好了 有件事情啊 正想向你汇报 航哥 你跟韩淑姐说吧 好 来 坐下说 情况是这样 刚才啊 我们在布置今天晚上的任务 有人给张正伟打了两个电话 他没接 后来啊 又发了条短信 我偷偷看了一眼 张正伟回的是 不是你 我就在想 会不会是跟今天晚上的任务有关 刚才老赵把电话打回来了 证实了这个猜测 两次电话不接 又发短信 没错 不论什么事 显然是比较着急 这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呢 这看来心里有鬼的人啊 一遇到风吹草动啊 他就会打个冷战 具体什么情况 等老赵回来 让他再给你汇报 好 我上次就说过 公安机关 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对内部的害群之马 丝毫不能大意啊 正要是个目标 那咱们的任务 就更艰巨了 这仗一定得打下来 这是我们的职责 根据分局领导的指示 李源是这次清查的重点 两名治安警一名治安员 大家开警车过去 协助逃猛 两个人一组 清查的时候要高度警惕 注意安全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先吃饱 李宝 到 让专队的老唐开门 在你们骗区抓紧清查 好 我们给你们吃饱了 时间不早了 你们出发吧 我还要到市局 向领导和省厅纪检委书记 做专门的汇报 到时候我通认你 好 好 好 等会儿先过去 好 等会儿先过去 好 快 快 是啊 这在李源也算是一个人 您好老姜 您好 您好啊 行老姜 马上注意点牛啊 好 警察公司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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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老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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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操操了 有点警察 来 吃饱了 主任 喂警官 里边去里边去里边去 不用主任 甭客气 吃过了 陶警官 你每次来我这 总是吃过饭才来 你就不能不吃饭 来我这一趟一次的 表我一点心意吧 真的不用客气 我们有纪律 陶警官 到我这不吃饭 是不是有什么工事啊 来 行 主任 看一下见过这几个人没有 这几个人 好像少午在我这儿吃过饭哪 你能确定 看仔细了 等一下 媳妇 来了 来了 好 来了 麻烦你一下 这 这几个人 少午在咱们家吃过饭哪 小 赏我呀 我就看着这几个人 不像好人 特别能喝酒 喝了咱们家两箱酒吧 两箱了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几点 几点中 没谢谢 大概是 一两两 差不多 离开以后往哪个方向去了 好像这边吧 说不清楚 晚饭来就吃了吗 没有 那以后你再见他们 能认出来吗 能 能 没错 没 没错能认出来 那麻烦你们见到他们以后 马上给我们打电话 行 谢谢了 不客气 不客气 行 那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你们慢走啊 谢谢 就要劳劳你们啊 好好好 再见啊 唐警官 没事过来喝两粥啊 方局 唐猛报告 三明罪犯中午在里园吃饭 看准了吗 很多人都看见他们了 他们现在住在那儿 他们好像是路过里园 明白 方局再见 请进 怎么是你们 苏所长 我们接到分局的命令 对你这次抓捕行动的部署 进行检查 苏所长 麻烦您带我们过去一下吧 好 我们走吧 嗯 把特警队和警警队全部拉上去 行 我带他们过去 把一罗山所有的道路全部封锁 我马上向市集汇报请求致言 好 咋回这 哪儿 车坏了 倒是破坑呀这 什么玩意儿这是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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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咋回这儿这是 赶紧整整 穿上条条 赶紧整整 弄哪儿去 坏了 那边这警车 干不干 干 真干 他妈的门人拦 脱下马枪嘴啊 啥子 想半个 好 这这碗子 都两只签 好 两只枪嘴啊 好 来 走 来 出事了 我下去看一眼 好 好 好